我有跟她通上電話 然後她有跟我講說 她說的這些 我只能說她很愛我 哈哈哈哈 她先吃掉 1 2 3 哇好多人喔 欸這很想猜的名字 本來有 我又想要 我又想猜的名字 柔澤剛剛透過經紀人說 她說為你很驕傲 然後不枉費那段時間 她每天在家裡幫你洗衣洗碗她 你是最棒的 會用幫我 我覺得她很寵貌 哈哈哈哈 所以她沒做這些嗎 綠耶 哈哈哈哈 我有 其實跟她通上電話 然後她有跟我講說 她說的這些 在電筒 電筒 電話那頭笑的 哈哈哈哈 我會覺得說她很愛我 哈哈哈哈 很可愛啦 對 謝謝 謝謝 我們愛我5分鐘 好像是肚子那裡 真的假的 真的嗎 你們看到我們那麼岔足 她已經沒你們 我們都在前面 哈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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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奇怪 我真的會 對啊 但真的是蠻貼身的耶 我們本來 那件禮服是 上台前 最後一刻才完工的 本來她還有想要再抓線條 可是因為在抓線條 那腰部就不美麗了 所以我們就 讓她線條漂亮 然後因為如果再 更緊的話 這不是 對啊 幹嘛要為了證明我們 然後就是去做電視 而且想要漂亮而已 對 沒有 剛剛 剛剛我們那個 要來這邊的時候上車 然後我打給我媽 她就說要從 我領獎哭到 就是我在車上那邊 來講電話 我說 阿你 你剛考 你剛考 這樣 她說 我沒辦法啊 你考我 我也要考啊 這樣 這個電視上 剛剛那個 領獎的時候 是我 三十五年來 第一次跟她說 我還沒辦法 因為她很不能接受 我的想法